斯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斯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2月19号 初几啊 初八 初八 帮我这个录像的小孩 从家里面都回来了 我问家里面过得怎么样 过得很好 干嘛啦 穿琴起来 干嘛啦 喝酒了 干嘛啦 玩游戏了 干嘛啦 长肉了 这个孩子 他整个休息期间 就天天趴那玩游戏 喝酒 玩游戏 还有熬夜 别光说年轻人 我也有这毛病 我缺点很多啊 我上次跟各位检讨 我说 我喜欢年轻女孩合影 这是缺点吧 很严重的缺点 改造一辈子都改造不好的缺点 还有一个缺点 我也熬夜 熬夜干嘛 躺在床上玩手机 直到呢 举不动手机了 困得不行 滴滴当了 手机碗一放 然后就睡了 眼睛不舒服 本来就老眼灰花 你还往死了玩手机 这个毛病啊 真是个大毛病 这个毛病大到什么程度 我的医生朋友 季晓龙说 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这样是搞得自己 搞不好要猝死的 熬夜 点灯熬油 玩手机 危害非常大 这道理谁都知道 对吧 首先 熬夜 看手机 会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晚上正常休息的时候 你注意力特别集中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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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胃肠紊乱了之后 肠炎回来了吧 胃溃疡回来了吧 就是胃得不到休息嘛 胃也没休息够 你没睡够 胃也没睡够 还有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 这个东西吓人了 不来就拉倒 来了之后搞不好 季晓龙教授的话 叫猝死 猝死 怕那儿起不来 比方常见的患者 比方说 你原来基础性疾病 血压高 心脏病 熬夜 你血管紧张度增加了吧 血压升高了吧 脑部血管充饥啊 容易出现危险 还有呢 我们很多人都不注意 我其实知道 但是我也改不过来 就熬夜会让你的恶性疾病 例如癌症 更容易让你得上 熬夜会死杀人的神经系统 特别植物神经 造成晚上兴奋 白天注意力不集中 浑头脑胀 记忆力消退 浑身没劲 这都是熬夜的毛病 司马南熬夜的毛病 你为什么不改啊 我改啊 我一辈子都想改这毛病 有段时间改的不错了 但是最近我晚上这毛病又厉害了 这个人呢 无论多大年纪 都得有人管着 你看 我们那个侄子当兵在部队 人家当兵在部队 小孩在家里也是玩手机 到了部队之后 这毛病彻底改掉了 晚上到时候就睡觉 回家探亲 早上起来之后自己出去折腾 他说不练他难受 所以好习惯养成了 太重要了 猝死这事儿 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个习惯 坏习惯当中 所导致的罪恶的一个结果 你不能保证睡眠 你就有可能导致猝死 这件事情 应当从死亡哲学 生命哲学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 作息规律 不要熬夜 但是现在你说 我这已经有了熬夜的毛病了 而且到了晚上 我白天想的很好 保证的很好 但是到了晚上 看完这个再说 看完这个再说 看完这个我就睡 我看完这个我就睡 我一问 好多人跟我毛病一样 像我这种年纪的人 隔壁网暖的说就是找死 但是年轻人熬夜有没有危害 年轻人熬夜危害有多大 鸡脚龙教室的说法一样 酗酒啊 焦虑情绪啊 熬夜啊 这些事情都会导致猝死 啊 这事情到底怎么办 熬夜酗酒 情绪激动 是猝死的导火索 年纪轻轻 突然一间 趴到那儿没起来了 这太痛苦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 那就得自己改吧 中国一年 我看了个数字 说一年有60万人猝死 60万人猝死 其中43% 小一半 差不多快一半了 年龄在40岁以下 问问情况 基本上是熬夜酗酒加焦虑 过年的时候 遭遇这种事 不过年的时候遭遇这种事也不好 今天给各位讲一个很具体的事 一个小伙子 26岁 幸运 熬夜 焦虑 玩手机 结果呢 结果还比较幸运呢 就是说他没有猝死 但是已经歪那了 不行了 有人说他那个姿势不对啊 姿势怎么不对啊 趴到那儿就那个 就是 这是没完没了 就一个动作 结果 他玩那个手机 他们叫修仙 结果 小脑梗 小脑梗死 然后送医院去了 身内专家说了 说现在年轻人呢 年轻人没有豁免权了 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中风的 太多了 你这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大大增加了脑促中的概率 小伙子干嘛了 这小伙子 游戏熬战 游戏熬战 好几次了 晚上 早晨起来就玩 玩玩玩玩打打 站到凌晨 第二天呢 接着干 好 几天干起来 走路不稳了 走路不稳了 走路不稳 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兆 结果呢 假期漫长的假期是这样 在家里边 正好不用上班 平时那没有爸妈管着 这小伙子1994年才出生 是浙江人 他们都叫他阿勇 我看有一个科普作家 写了一篇文章就讲 这阿勇是属于修仙党 天天玩游戏 好不容易忙到春节了 然后呢 疯狂的晚上开始玩 叫什么呀 叫绝地求生 还有一个叫 叫这叫英雄联盟 对吧 两个手机同时打 看 哇 玩 他发现 手机太爽了 尤其是不上班 这几天太爽了 对吧 吃完了饭 喝完了酒 喝完了朋友 那就属于自己的时间 就疯狂的玩 这是跟自己过不去 2月9号中午 前天晚上熬到凌晨3点钟 才起床 阿勇坐到饭桌前 感觉不对 怎么不对了 咱们一般是那种酒精依赖综合症患者手会抖 对不对 阿勇才多大呀 94年的孩子 拿不稳筷子了 光手抖还不算 头痛意裂 看东西天旋地转 后来说浑身没劲 恶心 呕吐 家里人扶着才能走上几步 他觉得身 没休息好呗 平时身体很强壮 我又没什么基础 经济 滩尿病 什么高血压 心脏病 我都没有啊 回去躺 躺床上 睡一觉 很多人都睡一觉 而不是选择去医院 错 但是躺了一会儿 情况没好转 一天之后 他觉得歇得差不多了 出门 发动了电动车 一打钥匙 上去一骑 哇 不行了 再次出现剧烈血晕 恶心 出嘘汗 心跳的狂跳啊 他自己的身体 他就怎么觉得 跟喝醉了酒一样 不听使唤 而且呢 走路啊 栽愣着 往这边偏 栽愣着 家人赶紧就把他送医院 送医院 小医院说 赶紧转大医院 三甲 医生问了问情况 他自己轻微淡写 他说没事 就玩了几把吃鸡的游戏 当时觉得眼睛 脖子又酸胀啊 头晕呢 然后就去睡觉了 然后睡觉起来之后呢 就觉得走路不稳了 这神内的专家 看完了以后 听他叙述经过 啊 问 你说你手机游戏 那几把是多长 玩了多久啊 你什么姿势玩手机啊 这阿勇 支支吾吾的 就答复说 我说吃完了饭 就开始玩 大概七点钟左右 一直打到 打到这两个手机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到凌晨三点 然后头斜铐铐在沙发上 好 医院不是做做CT吗 做核瓷吗 检查说 这个阿勇 右侧的小脑 急性梗死 检调命是检调命 才94年的小东西 右侧小脑急性梗死 住院吗 住院之后再仔细检查 妈呀 血管高分辨 核磁共振写示 右侧 右侧追动脉加层 原来加层造成的血肿 把他的追动脉给毒死了 从而造成右侧小脑半球梗死 现在脑梗死 离年轻人有个人说法很形象 那作家说 只离年轻人就差一个一低头的距离 说脑梗死离你多远 就一低头的距离 颈动脉穿梭于颈椎横秃 这个孔内非常容易受到 头颈部异常压迫外力的作用 你这个作用不大 导致损伤 损伤的结果是什么 表现为内膜撕脱 剥离 血管壁中间水肿 血肿 堵塞血管 血栓脱落 然后直接倒下 脑梗死 轻的 晕了 晕了晕了 阿姨妈也有点晕 有一个前段时间短视频 大家都看着笑 阿姨妈也脑瓜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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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妈脑瓜疼 光脑瓜疼就算了 说话呀 我这么说话 立马的给我拉到医院去 我告诉你 语言共同丧失了 运动共同丧失了 再重点 就嘴歪 趴那 有流 口咸水直流 这个阿勇 后来医生就分析 说他长时间斜靠着 沙发上斜靠着 斜靠着 在那保持姿势不变 这玩他觉得很放松 很放松 其实呢 你自己身体各个部位 受到压迫 尤其是要命的部位 那狭长的那么一个管子里边 那个神经术在这通过 被压了 压了之后形成血块 你想想 长时间保持斜靠 沙发屁股很舒服 但是你的颈动脉不舒服 玩手机 姿势不变 颈动脉在入炉断 颈动脉不在这儿吗 入炉这段 长时间受到异常压迫 血液循环不差 终于发生颈动脉加层 血肿引发小脑缺血性的促中 经过双重抗血小板 降脂稳斑 改善 侧脂循循环 营养脑细胞 在医院临床对症治疗 一周以后 阿勇终于转危为安 身体各项指标 慢慢慢慢恢复了 大难不死 必要后福 但是医生说了 你想他回去特别小心 三个月到半年 你才会 好吗 不可能好了 大部分修复就需要三个月到半年 阿勇绝对是幸运的 还有一些人的严重的患者 你就是好了 吞咽困难 行走不稳 语言障碍 还有嘴不好 行走不稳 搞不好跟宋丹丹 那小品里边五老二似的 抖啊 见谁都抖 一见宋丹丹浑身发抖 见谁都抖 东北有句土话叫弹险 弹险子了 弹险子是指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围山湖上景桥桥 你真弹险啊 那是一种惬意悠闲享受音乐 你自己手抖的厉害 那跟弹险有什么关系 这打个比方 这个资料显示 现在因为这个颈 颈动脉加层造成脑梗死的患者 现在发病率逐年提升 都和姿势有关 脑梗死过去是常见老年人的 就我这种往七十笨的人 生活环境改变 老了 血管硬化了 弹性差了 血压也高了 基础性疾病了 运动功能差了 基本不动了 但是现在朝着年轻人方向转化 我在琢磨着这些 要不要讲讲这事 我通常讲什么 一些政治问题 讲一些社会问题 很少还讲这个科普问题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连同本人在内 熬夜 点灯熬油 不睡觉 看手机没完没了 这事看起来得讲讲 如果万一有一个人听了我的话 能够减少一些看手机的时间 能够改变一下动作 养成早睡早起好习惯呢 那岂不是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年轻人累患 这个动脉周样硬化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现在比例大大增加 更加上一大堆小胖堆 抽烟喝酒 活动减少 年轻患者越来越到青年 青年到更死患者 那你是一旦得了病之后 你生活质量怎么谈呢 还是什么爱情 婚姻孩子 家庭 社会上什么班 痛心疾首 是一点不会过的 真的是这样 这些年有一个大夫说 他自己就接受了 接受了上百例 因为不当的颈部运动 所诱发的血管加层 除了这个 像阿勇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姿势 玩手机以外 还有什么样 还有一个 我看了以后 我倒吸口冷气 叫不当推拿 没事找人捏 是吧 捏 掰 嘎嘣嘎嘣响响 哎呦 轻松 哎呦 别瞎捏 捏你那个人 没受过这个骨科的专门训练 瞎捏瞎掰 出事了 所以颈波按摩 一定要特别小心 还有一些人 从事体育活动 举重啊 大羽毛球啊 高尔夫啊 网球啊 什么做瑜伽啊 还有跳广场舞 广场舞一把年纪了 追求那种 登登登 唐个 唐个 就是一步走 我叫 好 猛的一回头 哎呦 动作不能太快 动作太快 特别是 开车 开车 前面有一个人 你找死 一击刹车 好 突然间一个用力 你这用力 突然往前这么一用力 一甩 头部惯性前倾 都可能导致 动脉加层 这中间的出现问题 然后进一步导致 脑梗死 简单说 专家一再强调 脑梗死 年轻化是趋势 年轻人要重视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玩手机要保持正确姿势 要控制时间 不要长时间低头 颈部 这个脖子不能受到压迫 同一个姿势 不能太久 适当休息 那万一觉得不对劲 怎么办 赶紧去医院啊 紧急治疗啊 最后跟各位说说 哪些信号需要特别注意 那我看看专家 大概就这几条 第一条 如果你突然觉得口齿不清 说话模糊 或者你不理解别人说的话 有的病人还会流口水 赶紧去医院 两只眼睛又一只眼睛 突然间就表现为模糊 短暂的视力丧失 但一个小时以后就好了 也有的是几秒钟 几分钟就恢复了 我告诉你 这也是前兆 第三 突然半边身子或手脚 感到麻痹 无力刺痛 这个脸呢 有点发凉面瘫 都是事 好了 但愿刚才我说的症状 都让我得上 您没得上 祝您健康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